在小程序里面我们可以去把后端接口给用户签发的JsonWebToken存起来 可以使用小程序里面的Storage接口 打开小程序的驻逻辑 在它的这个GlobalData里面可以添加一个JWT 模仁我们可以先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对象 然后在小程序里面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个方法 名字叫SetJWT 它接受一个Token参数 它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下滑线Token 对用的值我们去用一下Json的Stringify 去处理一下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传递给它的这个Token参数的值 因为小程序里面的Storage只能够存储字符串 不能够存储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下Json的Stringify这个方法 去把对象转换成字符串 再用一下WXSetStorageSync 同步地去设置一个Storage 名字叫JWT 对应值就是这个消耗线Token 下面再设置一下小程序里面的全局数据 把它的JWT的值设置成传递过来的这个Token的值 找到小程序的这个OnZone 是这个生命周期方法 先添加一个JWT 它的值我们可以去用一下WXGetStorageSync 这个方法去得到小程序里面的Storage里面的JWT里面的数据 再去做一下判断 如果这个JWT里面有值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设置一下全局数据里面的这个JWT 对应值可以去用一下Json的Parse这个方法 去处理一下得到的这个JWT 这个Json的Parse这个方法可以去把 用JsonStringify方法转换成的那个字符串 重新的解析成一个对象 小程序里面的这个SatJWT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用户成功的得到了签发的Token以后去用一下 打开这个登录页面 上面添加一个App 用一下GetApp去得到小程序的实力 然后再把它里面的SatJWT拿出来去用一下 再去找到处理成功的得到了Token的这种情况 在它的下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SatJWT这个方法 把ResponseData交给这个方法 成功的验证了用户的身份以后 这个ResponseData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后段付借口签发给用户的Token数据 这个SatJWT方法 会把我们交给它的Token数据 存储在小程序的Storage里面 同时呢它也会去把这个Token数据 放在小程序的全局数据里面 小程序加载以后 它会到Storage里面去找JWT里面有没有东西 如果有的话 就会把这个Storage里面的JWT拿出来 放在自己的全局数据里面 这样我们在小程序的其他的页面上 就可以去使用JWT里面的数据了 给大家看